所谓美国对华接触这次失败的问题 是重新使其党债势力 完全否定了中美交往几十年取得的成果 不仅是对历史建成的无知 也是对中美两国人民的不尊重 这种散布政治病毒的做法 理所当然会受到 能够国内以及国际社会的治愈 四十多年前 中美两国领导人 之所以能够实现跨越太平洋的握手 最根本的一条 就是双方都坚持了相互尊重 求同存疑的原则 搁置了彼此意识形态的差异 建交四十多年来 经过双方几代人的共同努力 中美关系成为世界上相互交流最深 合作领域最广 共同领域最大的双美关系之一 这些都是不如否认也无法否认的事实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 中美在社会之路等很多方面仍然完全不同 但是这种不同 过去 今天和将来都不会 也不应该影响两国继续和平共处 和所共亿 双方没有必要 也不可能去改变对方 而是应该尊重对方人民所处的自主选择 中国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证明 中国特色说的道理 不仅适合中国 同时也汇集这个世界 中国一定会继续按照人民的愿望 不断发展进步 并且为人类所出新的更大的威胁 任何人试图阻挡 或者改变这个进程 不仅是不自量力 而且是自虚烦恼 感谢观看